Super Junior M 正宗韩美男 放下巴 阴柔脸 韩国天团Super Junior M 来台湾Lone Stay 不只少女们对她们为之疯狂 不少年纪男生也受到她们影响 变得越来越爱美 甚至会到医美诊所进场维修一番 而曾来过台湾的林宁号与SJM中的使缘 是男性微整型的版本哦 其中位居微整型项目一二名的 就是如韩星的直挺体梁与刚硬的倒梯形下方 还有另外一个围巾词打鼻子 甚至年龄词越来越低 我打过最年轻的有一个刚成年 韩国的男性他脸型比较销售 都比较细长这样的脸型 那所以有不少男生来打咬鸡 此外韩星各个有卧蟬 台湾男生也会借由填补泪沟 让自己原本的卧蟬更明显 我就是希望说借由填补泪沟 比较有脸 他下方一年还是会 会一点迷衣一点的好险 那打了玻尿酸挺不累过之后 那个地方会平一点点 所以应该是状况会更好 不仅如此 男生也想跟韩星一样 当标准的衣架子 穿得少用身材又没有异味 夏天的时候男生来除湖凑的人数 普遍会增加到两三层以上 现在比较先进的方式 是用雷射这个大汗线 利用雷射热能烧掉 除了可以透过微整型 让自己更接近韩星的等级之外 仔细看看Super Junior M MV中 有别以往的妆容 也是这次的青涂过 爱美的男生也可以试试哦 因此韩国开架美妆品牌 在Etude House 将在下半年引进专属的男性彩妆品 因为上前还蛮多男生会不爱 然后就是上完美妆商 他们想要再多上一层蜜粉 而SJM团员中谁皮肤最好呢 至于团员中最爱化妆的大家则一致公认是 你猜对了吗 就是周密 此外团员银鹤还爆料 韩国男性让少女们口水流不停的原因 还有就是那迷死人不长迷的BODY SJM他们最重视的就是后视的肩膀与肖子 此外像李敏昊那种若隐若现的胸肌与腹肌 也是台湾男性疯狂锻炼的地方 韩星脸蛋N刀身材也吓吓叫 男孩们现在开始健身FIGHTING 中新闻台北报导